南韓常年的貧富不均 散戶投資人想要一夕致富 現在竟然開始瘋狂的押注特斯拉的股票 推播時間交給子晶 好 我們先來看到 全球電動車龍頭特斯拉 最新是又分拆股票了 它這次是一拆三 把一股拆成三股 也就是說今天晚上開盤的時候 你想買一股的特斯拉 只要296美元 那這對比先前 動輒說是7、800 甚至是說上千美元 這投資門檻是大大的降低 這價格是親民了不少 那為的就是想讓全球的特斯拉迷 可以買得起他們的股票 不過我們要說到 全球最愛買特斯拉股票的散戶 可能就非南韓人莫屬了 他們甚至是把一夕致富的夢想 統統壓住在這上面 怎麼說呢 因為他們買特斯拉股票的方式很特別 竟然都是用壓身家的方式去爆買 真的不誇張 就傳出說這南韓有一對夫妻 他們都已經有一個7歲的小孩了 結果他們竟然還是把他們的這個公寓 直接賣出去 然後跑到外面去租房子 那賣掉這房子的錢 加上他們所有的積蓄 大概就是700萬 他們竟然是通通都 all in到了這個特斯拉的股票裡面去 而且這可能不是說是單一個案 就說這南韓還有就是27歲的這個堆高車司機 他也是說每個月就把這個一半的薪水 通通都投到這個特斯拉的股票裡面去 而且越跌越買 那整個南韓瘋買這個特斯拉股票的狀況 真的很誇張說過去這疫情期間 他們就爆買了這個數量是先前的100倍 買到現在他們的總數量 已經有來到了4500億 這已經是特斯拉的第七大股東了 而且他們這些南韓人其實很有趣 他們還製稱自己是Teslan 就是說這個特斯拉跟伊斯蘭教的組合 他們就是想展現說我們就是特斯拉迷 我們對特斯拉有龐大的信仰 那為什麼會這麼誇張呢 其實就是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這個南韓常年貧富不均 然後這些年輕人覺得他們真的買不起房子 因為過去這南韓首爾 這房價就飆漲了一倍 這工資漲幅才兩成而已 這房價竟然飆了一倍 說這三房公寓就要這個3000多萬 那其實雖然我們知道說 其實買股票你通通O-in是很危險的 但是對南韓人來講 這貧富不均的狀況 他們覺得說這可能是他們 可能唯一翻身的方式 他們就把這個信仰 通通都寄錯在這個特斯拉身上 那我們再把時間還給伊町 看盤不亂 趕快來按讚 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 來囉 快點掃QR Code加入 讓我們來陪著你們看盤 最及時的盤中資訊 最權威的投資分析 滿滿一整天 盤後交戰 都在東森財經二十四小時股市直播